这盘棋讲解是神剑飞舞 2024年的终极号深善碑 这是第一轮第二盘棋 赵欣欣对战的是张斌 双方是西安之路对兵局 红方阻底炮 黑方飞右翔 这个思路就是碧齐凤马 红方这边走巡河区 黑方要对 红方不对 黑方上正马 红方上马 黑方走区八进八 这个棋也有走马西进八的 就说强行限个座往里切 点局的话 那红方就补视隔断 黑方在补视 红方飞向 他是要出局 黑方抢先出局 红方来了一招上马游队 黑方自然是打掉 红方吃掉以后 这个时候黑方能走去足三斤 你要吃我就像 你自然吃我倒挂个像 你不吃的话 比方说你出局 要我过冲 他其实呢有一个上马采局之后呀 冲过来给你换马 换完之后 打你变兵 还定了重兵 所以这个棋黑方就返先了 那这儿的话 进足还是比较稳妥 红方也就冲了 然后他选择的招法是 退局回去 让红方轻易踩进去 冲中足 想把这个马引开 红方如果吃 黑方鞠子平常一走 那这个边线打出来之后呀 红方暂时没起 那么这儿他看着是好起 准备出局 黑方又不能把鞠再让过来 让飞部署 这样呢人家就抢累了 所以黑方他决定先抢累 这样的话那红方就冲兵了 因为你现在抢交线暂时没用 他这个马要钻进去 你没办法 黑方决定走马迹进五 这样红方只管上 黑方这时候打出来 红方就用了一蹬 吃着炮 对方就进一步打中兵 红方则是踩一个中足 你要吃马 他是连缓马 没有用 这儿还可以冲中兵 所以必须消掉 消完之后 他退局一抓 那正常也就退 然后呢再抓他一下 对方闪开之后呢 这个骑红方出局了 现在红方先手在握 黑方他是赶快对局 减轻压力 避免人家抓他的马 双方进行了简化 然后呢 红方他是走了一个冲骑兵 这个时候红方有点着急 这个骑应该是先平炮 再过兵比较好 因为你先这么走的话 其实呀 给了对方一个点局的机会 这个骑的意思就在于呢 如果你要吃 上马给你换 你一换 他一吃 你现在没有采局的先手 因为他采兵反而采你局 所以这个骑可以抗衡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骑要注意就是 你不能先对 你先对就不一样了 吃完之后 你一吃这踩着鞠 还吃着马 你再走这个 这上马将军还把鞠间都困住了 鞠一旦被陷住 这骑就危险了 那么这儿你退回 想去换都换不了 红方这边可以拱鞠欺负他 黑方你要非换不可的话 那就换掉 换了之后这个结局 将来就是抓炮 把你困住 如果你要赶出来反击 马上就抓你 这个炮位不好的情况下 这一甩开 这边你不让他拘过来 边阻还得丢 最终红方会进行拘炮双兵 黑方残局 这个炮位就差 不好下 那么这儿就不能先对 先对就会被利用 所以的话 先点局再对就比较好 红方没有平炮 给他这个机会了 但对方没把握住 他选择退回了 结果红方就平炮过来 黑方这时候选择招法是回马 红方这儿走的是泡的瓶酒 准备打过去 黑方看住不让 红方这马一蹬要卧槽 这边还有拱双 怎么办呢 你泡坏马又不甘心 他走的是马三进 这儿的话 红方就上马了 现在黑方看着好像吃一个 但你不吃也不好下了 跳马一将硬要凑你局 对方吃了 吃完之后 这边足以打 打着局吃着马 对方瞬间失子 到这儿的话 这个气 红方可以和时占忧了 黑方想挤住他 找机会飞向把他抓死 红方则是具有推 不让飞向 这个炮还不能走一走一 对局没齐了 所以将来等着说 那临场的话 他决定再把他牵住 红方热眼冲兵 现在你就算走开这个炮 你想吃他的子 也吃不到 他一饱 对方说具有精益 马就回来了 等你再急的时候 想落相 人家兵一过去 马上也可以回来 所以你炮走开也吃不到他 所以对方决定直接换上了 这样的话 那就简单就要换掉了 换完之后 这个情况就是 抓着局 他退一步 黑方在这个局面下 还想纠缠一下 但是没有用 红方这时候 小兵就过去了 黑方这个足冲过来 红方这儿 兵就冲过去 破着相 他也顾不上去走了 因为你一走的话 他这边可能就看住了 将来可能过来 还利用你 你下来之后 你过来又抓相 所以他是走了 就直接下 意思是给你吃一个吧 然后把你冰只要吃掉 牵住你的骑马 射一个苦入计 你拱他局 他不管你就行了 反正让你脱不了身 一对局马上合起 这儿红方不上当 他不贪吃相 看住马 你想吃他兵 马上给你换掉 换完之后 果断抓相 对方正常也就飞相 红方这个局就掉过来 那这儿黑方 他是走了一个落相 然后呢 是把相连起来 避免被红方利用 红方这时候是退了一步 要吃他足 你要下来的话 将来很可能就被抓死 慢慢围 黑方在这儿 这个足使他最后支撑下去的希望 肯定是不想丢 红方则是走了一步 举八品气 继续骗他 你要是过来 诸美了 对方一看他不行我下巴 结果红方走出一招呀 上马 这招起厉害 直接就卡下眼吃相 对方是飞 上相不可 最后一招 往这一点 对方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这个相 确实跑不了 你可能会走这样一招 去吧 就像杀过来 其实这个也没有用 吃完之后 即便你杀过来 点一将 你若是将死了 即便你若像 就是不将死 这里回马一将呀 去就没了 所以张斌到这里 不得不认输 这盘起 照新鲜获胜 一样的 这一样的 我赶紧